之前,有媒体报道,袁儿将登上时尚杂志《欧韩国版》,创刊《22周年纪念谈》的封面人物。 消息一出就引起网友热议。 这也证明了袁儿,如今在圈内的地位和名气越来越高。 7月18日,时尚杂志《欧韩国版》公开了为少女时带领袁儿拍摄的写真。 结果没想到这次袁儿一概往一日清纯形象,个性服装加鲜红的唇彩,让袁儿一贯的形象颠覆了。 被网友评论照脸东方神奇沈昌明,照片中袁儿的发型让她的发际线更明显,整体感觉都让人有些一点难尽。 不过这次袁儿也算是突破自我,挑战尝试全新的风格。 看看袁儿以往的杂志封面或时尚显真的画风,都和上面那一张照片差别巨大。 袁儿的长相偏清纯秀美,在哪儿的妆容以及日常简约的服装,都让袁儿给人感觉眼前一亮。 再加上略带用奶饭的发型和微微迷离,又带有几分良人的眼神。 即使背景简单,也能让袁儿呈现出一种高级感。